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的一生注定要与无数人产生联系 但最后能留在身边的只有那些让双方感到舒服的人 越是年龄增长 你越会发现 一段舒服的关系不是来自刻意取悦 也未必是天生投契 最关键的相处法则是不计较 不计较成败得失 不计较名位高低 不计较付出多少 因为相处得愉快 才在漫漫人生路上做一回同路人 生活艰难 唯有不计较能让人在辛苦中找到一点甜 菜根坦里说 叶绵八尺 日淡二生 何须百般计较 古人早就看透了 纵有良田千情 家财万贯 每天衣食住行 也所费甚少 一味计较得失 只会坏了心情 败了品行 有一次和家人一起在餐厅用餐 林桌一家老小突然和服务员发生了争执 争吵声音之大 让整个大堂的食客们为之侧目 迫于无奈听了几句才知道事情的原委 原来是林桌的老太太认为油炸大虾中的虾太少了 和菜单上的分量不符 嚷嚷着要叫餐厅经理重新上一份 这样的要求显然不合理 餐厅的菜量也算适中 但老太太的几个家人 不仅没劝着老人 反而在一旁帮腔 别以为我们好欺负 我们是不会吃亏的 你这个菜单上的图片这么多 我数来数去都差好几只 不给我们再上一盘 我们就要打电话投诉了 唯有他的小孙女懵懵懂懂地说 奶奶 那我们还吃不吃饭呀 刚说了一句 就被大人狠狠瞪了一眼 很快 餐厅负责人出现 和他们开始交涉 一直到我们用完餐 他们依然在不依不饶 这家人的斤斤计较 到底有没有得逞 我们已经不得而知 但他们不仅拜了自己吃饭的兴致 打扰了整个餐厅的顾客 甚至还给孩子留下了不小的阴影 活得这样计较真的不累吗 生怕自己吃亏 这种想法 归根结底是一种受害者心理 人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思维方式 就很容易把自己放得很低 对世界充满怨对 于是 他人无心的一句话 就成了嘲笑 明明是合理范围内的差异 就成了区别对待 久而久之 他们开始习惯用划不划算 来衡量每一件事 每一段关系 每一个选择 在迎头小力的诱惑下 反而忘了本心 忘了初衷 弄丢了真正重要的事 太计较得失的人 格局都不会太大 和这样的人相处 是一场灾难 人与人相处 最怕什么都要分出个高低胜负 与人交往 重要的是真心 一味的纠结 谁强谁弱 哪怕一时占了上风 对维持关系毫无益处 还记得当年 《欢乐颂》热播的时候 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刘涛饰演的安迪 没有选苦苦追求自己的起点 是他不够优秀 还是两个人不够契合 都不是 问题的关键在于 起点这个人太计较了 他对自己的人生和感情 都充满冰冷的计算 第一次约会 他特地轻装减行 放着豪车不开 专门坐地铁来到约定地点 生怕女方看上自己的身家 第二次见面 他选了一个偏僻的饭装 安迪满心信任地去了 他却依然心怀试探 还请朋友查女方的身家车牌 最后 看穿一切的安迪 只留下了一句话 不要总是观察我 试探我 考证我 心中打着小算盘 计较高低的人 往往自以为 没人发现自己的意图 但事实上 没人是傻子 在时间面前 真情还是假意 一看便知 还记得当年霍启刚和郭晶晶在一起时 在旁人看来 他们身份悬殊 门不当户不对 这段关系肯定不会长久 但郭晶晶直接对了记者一句 他是豪门 我还是世界冠军呢 婚后两人一起参加综艺节目 郭晶晶前脚刚自我介绍 我是霍启刚的老婆 霍启刚顺口就来了句 我是郭晶晶的老公 如果他们在相识之初 就要计较身份 这段恩爱的豪门婚姻 恐怕早就夭折了 不计较高低的人 内心都是强大的 他们早就明白 定义一段关系 不靠身份 也不靠财富 靠的是诚意 真正聪明的人 懂得已成动人 以我心换你一心 才能让彼此舒服 理想的关系是什么样呢 坚守底线的同时 对那些无关原则的对与错 以笑致之 不论是家人 爱人 还是朋友之间 最怕为了无关痛痒的对错 而产生争执 人们常说 家不是讲你的地方 这句话 其实在亲密关系中都适用 越亲密的人 越不能一味地计较对错 梁启超 一生九个儿女 各个成才 这与梁家不计较 多倾听的家庭氛围 分不开 当年 梁思成和梁思勇两兄弟 年轻不懂事 开车被撞 梁思勇嘴受伤了 还不能吃东西 梁思成 就硬是当着他的面 大吃大喝 后来腿瘦伤了 梁思勇就在旁边 手舞阻挡 兄弟俩这番作为 在传统大家长眼里 恐怕是难以容忍的 偏偏梁起超 不以为意 对两个孩子的顽皮行径 一笑置之 还说 他们弟兄两个 勇敢和纯智的性质 我很喜欢 如果一味的要为孩子的行为 分出对错 反而会坏了家庭 亲密 轻松的氛围 相比之下 钟丽提的丈夫 张伦硕就有些较真 夫妻俩一起参加 我最爱的女人们 钟丽提没注意拉 遇事帘子 张伦硕当场暴怒 硬要妻子承认自己做错了 好不容易和好了 第二天 她又一次救世重提 揪住不放 昨天吵架是我冲动 但这件事本来就是你做的不对 你怎么可以不拉帘子呢 原本只是妻子的无心之失 张伦硕偏要执着于对方认错 这样事实都要纠结对错的做法 只会把感情计较得越来越淡 古人说 大聪明的人小事必朦胧 大懵懂的人小事必刺查 盖刺查乃懵懂之根 而懵懂正聪明之枯也 意思是真正聪明的人 懂得在小事上糊涂 真正糊涂的人 才会在小事上资诸必较 如果把心思全放在计算对错上 时间一长 兄弟系强 夫妻离心 父子失和 反而是得不偿失 爱你的人 真正计较的 是你是否也同样爱他们 有人说 我们这一生会遇到 2920万个人 在这个地球上 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 0.00478 相识的概率是 0.000005 而从相遇相知 到相守相爱 概率无限 接近零 亲人 朋友 爱人 同行的人 看似简单的问候 一次行以为常的见面 背后是无数次擦身而过 阿甘正传中 有一段话让人印象深刻 我不觉得 人的心智成熟 是越来越宽容涵盖 什么都可以接受 相反 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 逐渐剔除的过程 不知道自己最重要的是什么 知道不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而后 做一个简单的人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来之不易 而一段让双方都舒服的关系 更是弥足珍贵 所谓不计较是对彼此的真事 是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 也是用我心 换你心的郑重 凡事不必苛求 来了就来了 凡事不必计较 过了就过了 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段 不必计较的关系 毕竟人生如此美好 何必斤斤计较 好了 今天为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 欢迎给我们点个赞看 晚安 请不吝点赞看